搅局台海美国再出阴招 支持阿斯麦随时毁灭台积电光刻机 中美离摊牌不远了 前几天赖清德正式就职嘛 他这个激进冒险的立场 让两岸关系再次迎来重大考验 而台海的动荡局势 更是让一些外部势力 按捺不住自己那点小心思 彭博社报道 由美国官员私下与荷兰及台当局联系 对于大陆可能采取的行动表示了担忧 特别提到了 会对阿斯麦和台积电带来的严重后果 而阿斯麦相关负责人很快给予了保证 表示公司具备远程操控能力 可以远程关闭相关设备 简单来说 就是阿斯麦承诺 自己可以有能力随时毁灭台积电光刻机 使其陷入瘫痪 避免潜在的威胁 这个消息还是令人震惊的 一方面美国反华势力再一次暴露了自己 背一笔自私的本质 打着保护的名义 颤合进台海问题 在他们眼里 台积电已经成了挑衅中国的工具 也随时可以被丢弃 台积电的存亡不重要 自己的利益最重要 这也符合美式霸权的逻辑 只要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 毁灭别人再所不惜 另一方面 阿斯麦的做法也让人不敢苟同 当然 我们能够理解 阿斯麦也有他自己为难的地方 之前就有因为 是美国的允许光刻机 才能在对岸销售 要是现在不听美国的安排 不让卖了 那也是对公司来说 有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 那美国它是不会管你的 自己它只能无奈 表示服从 只不过 作为一个商业公司 阿斯麦应该明白 做生意是要遵守法律法规的 有什么理由可以允许它摧毁客户的机器呢 要是它真这么做 还有什么商业信用可言 往后又如何在商场立足呢 再说真把台积电摧毁的话 世界的先进制程芯片将减少九成以上 这样就相当于断了自己的后路 给了大陆光刻机场争取到五到十年赶超的机会 难怪老话说 很多事情要是牵涉到政治 就会变得不理智 台当局 他的认知也比较浅薄 把台阶电当成是护台神器 以为大陆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芯片的生产能力 只要有台阶电压阵 大陆就不敢轻易动手 这样自以为是在想法 他是真的把自己给骗住了 大陆长期以来释放的善意 无非是基于两岸同根同源 同属中华民族 同为中国人 希望两岸可以友好和平的发展 然而这份善意却被误解为 怕台积电没了 你说这是不是可笑呢 由此可见 所谓的市场经济 民主 人权在美国眼里 都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工具 方便弱肉强食的规则 一旦有国家 没有在美国认可的框架那一做事 他们就马上冤行毕露 美国总是用自己的思维来揣诺中国 以为中国推进统一是为了拿到台积电 就像他们四处拱火是为了石油一样 实在是荒谬又无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手里的底牌确实不多了 中美之间比摊牌的时候越来越近了